大家好,我是丹塔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离奇第二集 上一集,作为记者的女主被派去她的家乡封口镇 调杀两名少女凶杀案 可随着她走进这个小镇 我们发现故事想表达的原不止谋杀案这么简单 第二个失踪少女,莉莉的尸体被找到了 小小的窗台上,牙齿被拔光 第二天,一个警官再次来到案发现场时 放尸体的地方已经多了一束花 警官名叫威尔,是别的地方派来协助查案的 她觉得这是修手,作贼心虚的表现 可理发店老板却觉得这是镇上人迷信的行为 他们觉得,当年死者,自家孩子就不会有同样遭遇了 记得去年,镇上的人也跑去受害小女孩安死亡的河边 将河里的石头全部打捞出来砸碎 就因为死者脖子上缠了几块石头 好像这样做,他们就能避免灾难发生 为什么,修手突然换了杀人手法 第一具尸体留在了林中的杀人现场 但莉莉的尸体却像个道具 和娃娃一样,被刻意摆在了窗台上 她怀疑凶手是想引起小镇女孩们的恐慌 警长无心讨论案情 况且她觉得威尔想多了 凶手的动机没那么复杂 就是寺院 威尔也不好多说 毕竟今天主要还是来参加死去小女孩莉莉的葬礼 女主卡米一家也过来了 她拿出笔记本,一直观察着场上每个人的表情 卡米妈妈几番抢走她的笔 他们来着的目的是来安慰这不幸的一家 而卡米却只是为了公事,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莉莉的母亲受到动情处 台下的人也开始跟着哽咽 卡米注意到母亲这时开始扯自己的睫毛 这不是她第一次见了 亲妹妹玛丽的葬礼上 母亲也在不停地扯睫毛 她蹲下想靠在母亲膝盖上 而母亲却冷漠地将她扒开 趴在了妹妹的棺材上 卡米捡起地上掉落的母亲的睫毛 贴在自己眼睛上 这或许是她能到的与母亲最近的距离 想到这,卡米再也待不下去 离开了葬礼 一出门撞见警官威尔 正在一辆车旁坐些什么 接着来到一间便利店 发现妹妹爱玛和闺蜜偷偷往雪碧里倒酒 妹妹假装没事 卡米也没说破 嘱咐他们几个要早点回家 现在外面很危险 那个凶手专找女生下手 旁边小女孩笑了笑说 杀的都是不受欢迎的女孩 说完又继续出去玩了 最后卡米来到莉莉家门口 取出一根针 又开始往手上刺字 每当她压力大的时候 就会自残 而这时 莉莉的父亲与第一个受害者 安的父亲打了起来 而安父亲开的那辆车 就是之前警官威尔偷偷调查的那辆 安的父亲有什么问题 卡米来到莉莉的家 所有人都在猜测生手的身份 有人说应该是屠宰场的人干的 曝光女孩的牙齿 这肯定是屠夫干的 家庭主妇们大肆推测 生手是莉莉哥哥 因为她是个怪卡 卡米在葬礼上注意过这个男生 她看起来与小镇的人们都不太一样 特别的人要么成了外人民 要么就遭人排挤 看来她是第二种 金法说她肯定是个同性恋 旁边的说 不不不 有时候兄妹之间的不伦恋 也会成为杀人动机 卡米听不下去 离开了这群人 这个畸形的小镇 弥漫着腐烂的味道 人性都死了 卡米偷偷溜进了莉莉的房间 发现房间有一丝微妙的不协调感 莉莉母亲布置的就是个粉嫩公厨房 而莉莉自己却似乎喜欢一些更黑暗的东西 例如养蜘蛛 卡米看了一眼 顺手将莉莉的蜘蛛拿去放生了 而莉莉的父亲正好坐在一旁 她告诉卡米 莉莉之前很爱出去玩 可没想到大白天呢 在公园里就不见了 她知道很多人怀疑莉莉哥哥 但她很清楚 自己儿子怎么也不会去伤害女儿的 卡米将蜘蛛罐子送回莉莉房间时 正好被母亲撞见 母亲愤怒刺责她 侵犯了人家的隐私 与母亲实在没法好好聊天 她便跑来一个球场散心 一个小男孩告诉她 其实莉莉死的那天 她的一个朋友在现场 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带走了莉莉 卡米接着来到这个目击者的家 小男孩说 自己那天真的看到了白衣女人 他们原本与莉莉一起在打球 只是球进了林子里 莉莉跑去捡的时候 白衣女人出现 接着莉莉就不见了 看着隔壁房里一个树叶瓶 卡米担心小男孩没人照顾 男孩却拿起把枪 告诉她 我不需要照顾 这可吓着她了 赶紧敲开男孩母亲的房门 想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母亲却不以为然 我儿子拿枪关你什么事 态度十分恶劣 我们继续来看警探维尔这边 法医鉴定出 莉莉的牙是被家用尖嘴前拔下来的 拔牙需要的力量很大 不过孩子的牙相对容易拔一些 于是维尔却买了个猪头 想试试拔牙 到底需要多少力气 单单拔了一颗 就已经累到不行 他推测 用手一定是男人 卡米继续找到了老警长 就是想问问 既然目击小男孩 已经告诉过警方 有关白衣女人的事了 那为何警方会忽略掉 他的证词呢 警方说 目击证人只有八岁 他的父亲只是个工人 他的母亲得了癌症 还吸毒 卡米不懂 所以穷人的话就不可信 警长继续说 这小孩上学时经常撒谎 并且他自己妈妈 就穿了件白色病号服 白衣女人这话 不过是小孩子 不关注罢了 相信我 凶手是男人 警长说 风口镇这个地方 有两种人组成 一是穷人 另一种是传统贵族 有色人种 都在干着体力活 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地方了 夜里 卡米回到家 母亲正在叫妹妹爱马刺绣 见到她 也懒得多聊一句 卡米上楼 向主编汇报了今天的收获 死者莉莉应该是有些遭排挤 门口挂了一件 已有无所谓的运动衫 死者的哥哥约翰 可能与妹妹一样 算小镇的异类 但她同妹妹的关系很好 可街坊却觉得这很反常 汇报完案情后 她继续写稿 突然听到楼下妹妹爱马的尖叫 母亲抱着爱马说 没事 她只是想到两个好朋友被杀 吓坏了而已 一秒功夫 又开始熟落卡米酗酒 母亲继续说 我一直想让你听话 但你从来都不 小时候就是这样 你总往树林里跑 跑了一声脏兮兮回来 母亲说到这 爱马突然不哭了 看着卡米说 我觉得姐姐可以很乖的 对吗 卡米无奈地回了房间 掀开衣服 拿起一根针 又开始往肚子上刻字 第二集结束 看到之后 我们发现这部剧聊的 不仅仅是少女凶杀案 其实更多的是这个小镇 女主一家是这个镇上 最有钱的那一类人 母亲也为了展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非常注重理解与形象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穷人 以及小镇人民 对他们所谓异类的容忍度 我们继续期待 下一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